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刚结束不久 昨天中共官媒报道 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遭正式起诉 罪名是巨大数额贿赂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经过长时间调查 也证实徐才厚掌控的中共总后勤部 直接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系统性犯罪 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遭正式起诉 罪名是巨大数额贿赂 追查国际也曝光 中共军队设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调查 前中共国防部长梁光烈在电话中承认 中央军委曾开会讨论 军队关押法轮功学员及军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事 部队负责看管一些器官移植共体的话 那这个事情 我接受这个事 就是那个军委开会的时候 那个有没有讨论过这个事情呢 讨论过这个事情 近来陆媒曝光黑市交易器官案背后 不少是由各地军医院直接涉案 追查国际公布电话录音 前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白书中坦白 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 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直接下令 担任这个总后卫生部长的时候啊 就是摘取再压法轮功人员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情 是当时的总后部长王克布置的任务 还是军委直接下达的命令呢 当时是江主席啊 后来江主席听说有一个批示 用国家机器建立一条龙杀人产业 再加上全球最大活体器官库用以牟利贩卖 徐才厚掌控的中共总后勤部 被证实是火灾器官的核心机构 如今古俊山徐才厚周永康相继落马 或许更多的事实真相也将随之曝光披露 新唐亚太电视台湾台北这里报道